请国防部长 沈远早 你早 我想最近两年 这个国防预算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想早在2000年以后 我们在智库的时候就替国防预算里面做过精算 无论是投资人员维持 以及这个作业维持 以及我们国军自己建军现代化 最低需求就是GDP3 这个当然每一个政府都希望把钱花在这个社会福利啊 或者选举竞争这些东西 所以今年已经这个损伤了 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我想你部长比谁都清楚 中间把基金在里面灌水的话 你根本国防预算只有2.17% 所以本系在这边大声的呼吁 也呼吁部长要做这个坚持 我想最近可能就要跟行政院去编列 跟总统去做大这个军坛 我希望高部长把这个国防预算 这个伤害 因为降在GDP3以下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采购也不足 作业维持也不足 训练教育都不足 我听说都执行多少年来的这个远航训练了 只有说因为外交关系受到人家的阻碍 不能够靠港加油 不能去 现在居然是连油料钱都不够 这个是已经窘迫到 今天我们的国防预算 捉紧见走 所以我希望部长这一次跟行政院 我想我们在国会里面 责难行政院院长都都做过了 一些努力都做过了 这一次应该部长用很坚决的态度 不惜以个人去留 为国军要争取这个底线 一定要警告这些所有高层决策的人 这种恶性循环 到了这个Turning Paul下去几年以后 没有恢复的可能啊 这一点我是 部长我想这个您做得到吧 我承诺 好 下面问题啊 就恢复到今天这个主题 汉光演习 我们这个委员会是真的把你的演习 一个一个去看 我现在讲了几个 当然老不幸看的是热闹 飞机起降 我们委员会看的是门道的问题 这个七千钢的反空将 散兵跟反击部队表演的都很出色 但是各位想一想 千年钢上面有装甲部队 有防卫部队 中共要打的话 重点是他的空军给我们的赤压 所以他的关键应该是防炮兵力 跟防攻火力的检讨 但是在演习里面看不出来 第二个淡水河口的演习 我多年前我一直在这个杯葛这个东西 因为突击队的突进 从河口突进到万华必须登陆 八到十分钟 所以你要动员以前的核防旅啊 这个关度斯啊 火炮啊 直升机啊 这个都是假的 他根本反应不过来 事实上当年二十大战 你只要看德国一个首桥里 你可以做出 他只要有那个机动式的障碍 所以这个观念如果不改 我们今天就是浪费兵力 你去调动什么直升机来就错了 第三个我们讲 今天我们再看 这个部署的问题 当年 我们把陆战队当成国军的战略预备队 是放置在台湾中部 对北部战区里面有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我们今天的部署 除了当年早期认为反攻大陆 后来当为战略预备队 现在这两个任务都已经上司了 他们部署在左营 我请部长想一想啊 陆战队放在左营将来扮演什么角色 两个团 有最好的这个两期登陆甲车 为什么不能把鹏湖 进驻呢 我们今天的鹏防部调回来 把台北卫序 你知道台北军以前干有什么角色吗 卫序作战交给宪兵 没有经验也没有火力也没有能力 鹏防部调回来 把海军在鹏湖成立一个防卫司令部 他从左营 鹏湖 东沙 甚至于南沙 做一条边的部署 船舰在手上 两期兵力在手上 这里面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 我们把陆战队部署在南沙 代表武装部队在南沙 宣示中华民国的主权 在未来十年里面 菲律宾 越南 中国大陆 美国 我们在南海一体里面 就买到门票 如果说那两个海巡部队在那边 那是一个示弱的行为 哪怕你就是国防部替他训练 也达不到目标 今天在国际互动里面 你没有实力在南沙那边展示实力 你何以跟人家国际上说谈判 这是第一个 这是国家战略的一个宣示意义 第二个在军事战略来讲 海军在澎湖 是一个最大的海上基地 它从左营澎湖到东沙到南沙 一贯性 指挥一贯 船舰跟陆战队 战术上结合一贯 第三个我们在战术上的意义 我个人在澎湖防卫过 澎湖四面里面有三面都是珊瑚礁 大型的军舰没办法输入 只有在这个乌坎 那个什么里啊 三绝海滩 十里海滩 只有这么一个登陆的一个点 反攻将反登陆 反这个地面决战 两栖侦察的两栖的这个车辆是最好 打不过可以退到澎湖湾 整补完了再打回来 行动自由 所以在战术上 陆战队一个团 要兵以陆军两个旅要来的有用 所以就战力上也可以做 所以今天我们今天知道国防预算很艰困 但是呢 我们部署上部署的得宜的话 战力会增长 不知道你同意吗 你什么时候部署我不管 你说我们今天讲预算短缺 但是部队是不是用在适当的位置 是很重要的 委员的高见我们会纳入整体的考量 不是考量我希望你们做一个作战研究案 是 不要说今天的考量回去就就做吧 不会 我们会第二个 做做一个参谋研究 第三个 我们讲戒军的问题 今天 募兵制也好 国防预算短缺也好 我们就经费不足 今天F16CD 我们昨天晚上还在跟美国众议员 在那里做外交的游说 我们个人很多委员也跑到华盛顿去游说 CD 我希望国防不要坚持 为什么 你现在国军空军里面三个机首 IDF是空中拦截机 幻象空中拦截机 FAB空中拦截机 我们对拦截机的需求不再多了 你要的CD的意义是真的公地公海的意义 所以我就怕什么 CD要不到 空军再把个FAB的深等案拿来做填补 讲老实话 我们这里不需要重复的空中拦截机了 因为你这个深等案 又是耗费一大堆的国防预算 又是一个消失性的伤员 维修补保都很差劲 这个是才是真的浪费国防预算 所以我们今天要赌一下 ABCD拿不到 我宁可等 我不要花这个钱 海军的建军案 今天海军我们知道 那个叫新的那个海军是什么 续海 续海 很好 我希望海军的建军案也是 极致鲜明的弄出来 飞浅快 我们就是要把浅舰赤灾毕者 因为其他的大型的军舰 在将来的战争里面都没有存活的余地 所以这个预算 今天我买不到 我宁可把这个钱用来募平 用来任何地方 但是我要等 我就是要坚持 你有浅舰 你有飞弹快艇 加上飞弹 海军才能够 将来能够存活 第三个 陆军 陆军居然已经花了上千亿去搞 武装直升机去搞 黑银 那地空作战就是未来主要的作战形态 我上次去看 我觉得包含教育训练跟后面的这个维修 它还没有成套 我希望部长 你去检讨一下 国防大学对地空作战的详定够不够 准则够不够 教案够不够 各个兵科学校对兵种协同联合作战 对地空作战 是不是能贯彻到你整个陆军的全军 所以我在这边执行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因为国防预算的短缺 因为部队的这个数量的精简 你三个军种的作战形态 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既然清楚了方向 知之节节的其他零零碎水 就不再浪费 应该集中权力 就锁定在这三个军种 将来唯一能打的战争形态里面 投资下去 所以今天我在这边咨询的东西啊 我希望 官部要将来回应 我不是口头跟我报告 我做了做了 我今天要看到是说 地空作战 从战术思想战略思考 一直到这准则到纪令 一直到兵科需要并肩 海军将来也是一样 今天P3C 我们不是EP3C EP3C你交给哪个军种 我都没意见 但是如果P3C是纯粹的反潜 跟这个预警器的话 我觉得将来应该还是回归到海军里面去 因为它在 战术运营上 除了战略的情报收集以外 它还有一个反潜作用 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不大 这是建军的一个大方向 我个人说的不一定对 但是最起码 内部的研究讨论方案 应该是有拿出一个比较 令人说服的一个逻辑 部长你同意吧 我们会深入的研究 对 这个研究我希望 不是说一个没有漫无限期的 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论述 跟你执行这些建军案的一个时间表 我希望部长能够到时候给我们一个回应 是一定会 是 谢谢委员